就能清理粪便 且没有一点异味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普通抽水马桶 每年要消耗许多水资源 非常不环保 而且有时候抽水系统异常 还会残留很大的异味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荷兰一家公司 研发了一款新型马桶 它叫Sandrela 外观看上去 和普通的抽水马桶 并没有很大区别 唯一不同之处 就是在它的顶部 没有了冲水的按钮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可以把它安放在家里 任何有垫边和排气口的地方 所以说了这么多 它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 保持干净无异味 首先在每次使用之前 都需要在马桶内部 放置一个蜡纸称电 之后的过程 就和普通马桶一样 正常进行方便 等到上完厕所 只需要盖上马桶盖 然后启动开关 马桶里面内置的补锈钢板 在这个时候就会自动打开 粪便便会连同蜡纸 一起掉进去 然后进行燃烧 在经过高达600度的高温后 这样排泄物就会化成灰一样的物体 以及少许的水蒸汽 有人会疑问 这些水蒸汽在地下时间长了 不还是会有异味吗 不用担心 这些问题设计师都已经考虑到了 马桶内部的风扇会把废气排出 粪灰会留在马桶底部的容器里 然后根据情况去定时清理 通常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而且经过高温燃烧的粪灰没了异味 却还保持着作为化肥的营养 可以用来浇花种菜 听起来一举多得 但即便这样 还是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方便问题 虽然这款马桶的环保概念很好 但是对用户来说 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使用前要先垫垃脂 使用后还要定期清理 一来一回会浪费很多时间 况且这么做虽然省了水费 那么多出来的电费也是一种消耗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两者在对冲之下 可能电费还比水费更贵 除了方便和能源消耗问题 对很多人来说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考虑 那就是遇见拉肚子的情况 垃脂的大小 能不能完全遮挡住马桶内部 况且人们用马桶 不仅仅是需要大便 还有小便 难不成也要用垃脂吗 况且纸是用树做成的 用了这么多纸 不也是一种浪费的行为吗 还有 不用水不接排水管 那么刷马桶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所谓水蒸汽又是从什么地方排出去的 会不会因此引起邻居的投诉 或者诞生一些让人尴尬的误会 如此看来 这个所谓发明可真是槽点满满 水资源原是一种再生资源 但因为各地资源分布不平衡 再加上人类消耗的速度如今也十分紧张 许多地方更是面临着旱灾 节约用水的概念也提出了很久 但这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口号 与其研究这些 有些不切实际的发明 不如从心里改变人们的思维 一些洗衣服或者洗菜的水 可以循环利用 用来冲马桶浇花 这难道不比槽点满满的马桶好很多吗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节水小妙招 好看